西雅圖極品咖啡在2019年的時候 被控是以低價鬥羅布斯坦 混入了高價的阿拉比卡鬥中 如今盛尼地方法院審潔 是沒收了不法所得1829萬 以及330萬的供應金 緩刑落幕 混低價鬥的不法獲利現在全部充公 依虛偽標記商品罪 判負責人劉曾祥6個月 可一顆罰金54萬元 緩刑2年應付公庫300萬 廠物經理李志明4個月 可一顆罰金12萬 應付公庫30萬元緩刑2年 但劉曾祥審理時表示 不知情廠長使用與包裝混淆的配方 則被廠長李志明駁斥 自己沒這麼大權力變更配方 如果今天是故意要欺騙別人 或者是說為了要減低成本 而用其他豆品混雜 那就會成立這個罪名裡面的意圖 要欺騙他人的要件 甩鍋給下屬指員工害我出事 終究逃不過法官言辦 而之所以會把兩種豆摻砸在一起 無非是因為相比阿拉比卡鬥 羅布斯塔豆價格更低廉 據統計阿拉比卡鬥行情 栽種難度高 每磅落在41.11元 而羅布斯塔豆均價約一半 22.02元 當然外觀香氣上差很大 阿拉比卡的話這條中間的線 它會是S型的 然後羅布斯塔的話通常是直線 那羅布斯塔豆的話 坦白說我沒有聞過 達人沒進這款豆 正是因為相比阿拉比卡 更常用於現煮及精品 咖啡中 阿拉比卡味道帶酸 風味酵蛋 羅布斯塔豆 咖啡因含量高約2-3倍 酷味較強烈厚實 大多數都使用在集溶咖啡 集飲咖啡產品當中 有一些店家會使用 可能是為了想要咖啡豆的味道更重 因為有一些市場 那還是一塊市場 就是味道重的咖啡 基於成本與風味考量 運用兩種咖啡豆調配 對身體不會有影響 但買賣有時不只看口味 消費者更看重誠信 TVBS 張明如 宣彤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哦